真的就出棒了 而且是一個平飛球 直接被接到嗎 那原本在一壘上的跑者現在還停住Auto 這是一個判斷錯誤 判斷錯 所以是 這是安打 那原本在一壘上的范國城以為被接到 所以他沒有往前跑 那還是形成第二個出局數 對 這個就是我在講 怕啦 就是這種 這種很莫名 你說這個 其實胡錦龍也是 他不知道到底是出局還是安打 因為這個球打得太強勁又太平了 所以第一時間胡錦龍他也不是很確認說 這個球會不會落地啊 沒有 但現在 陳元宏教練可能是抗議是 當下是不是受到了誤導 是說是直接接到Auto的關係 很明顯的是先落地啊 對 那我倒是覺得就是說 胡錦龍不管這個球有沒有落地 他一定要先踩在雷包上 他有一個接的動作 拉起來的時候你就反正你就可以跑了 按動作那邊我看到一壘神 是有做了一個出局的手勢 那現在有可能會 那這樣如果你改了的話 現在要做這個鏡頭去 就是主審他們這邊自己來認定的 來要不要看啊 但現在換洪一中總教練會上來 那這樣會改判嗎 有可能啊 改判的話就變成大家都Safe了 對 會變成都Safe 所以現在是主審這邊呢 自己要來看這個輔助的一個判決 這 好 是落地 對 所以 現在又再集合一下 不過他 他現在先是確認 要來先確認了 要來討論 這個球是一個落地的安打 落地 那 現在要確認就是說 各個雷包要怎麼給 還是我就先跑就對了 那如果正常不是 如果正常的話就是說 我在一二壘之間 在一個安全區 那 不知道接到或者是沒接到的 但我 從看守備員 再來就是要看 裁判 真的是要看裁判 裁判給什麼手勢 我就決定我怎麼跑 所以在洪一中總教練抗議之後啊 吳曉現在呢 剛剛林哲軒那是一支安打沒有問題 那只是沒有打點的一個安打 所以現在變成是蠻累 對 一樣 2 2